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掀开劝发菩提新闻 第十六页 倒数第二行 看起 云和求生净土 卫 在磁土修行 其进道也难 彼土往生 其成佛也亦 亦 故亦生可治 难 故累劫未成 是以往胜前嫌 人人去向 千金万论 处处只归 默示修行 无悦于此 先看到这个地方 大师在前面为我们分析 发菩提心的八种因缘 然后 倒归净土 所以 第九种因缘 就是为求生净土 发后提心 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呢 这里为我们具体的分析 云和求生净土 有一些 修行的朋友 认为 成佛在哪里都可以 干嘛非要去净土 理论上讲 确实没错 凡夫一念觉悟 可以立以地成佛 一切法门的修学 理论上讲 也都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还要求生净土呢 这里为我们说明 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在词土修行 其净道也难 很简单 难以悬殊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 修行太难了 大家有没有同感 在这边修行容易吗 没感觉啊 那就是我们也没什么修 在这个娑婆世界 修行真难 所以经常才说啊 在这里修一天 超过极乐世界 百年 甚至都不止 什么原因呢 因为不容易修 我们不要听颠倒了 在这边好啊 修一天 比极乐世界一百年还要殊胜 那我就不要去了 在这边修吧 我们在这边修 能修成个什么样子 我们真的曾经认真修过一整天吗 一天二十四小时 真的有全部在修行吗 就是整天在念佛堂里面 可能会有二十四小时 包括打瞌睡在内 但是我们的心念 却无法向净土的菩萨们那么样纯 所以经常说 假如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他们那样的程度 那真的超过他们很多倍 这说明的是 在这边修行之难 难显得可贵 但是我们今天跪不起 我们这个难 难道有时候坚持不下去 太难了 所以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 认为这个念佛人好像有些消息 天天要求神净土 我们在这边修不一样吗 其实忽略了这个前提 在这边修 真是太难了 难到什么程度啊 不需要说别的事情了 就问我们自己现在 请问现在 诸位挣阿罗汉果了吗 不用阿罗汉了 西头还果 有没有 阿摩罗果 可能有厨房里 诸位要晓得 这是修了无量节的结果 就是我们修了无量节 在这边 一个虚脱还果都没有 这还不是 不能很好地证明 在这边修行之难吗 难道我们修了这么久 连个最起码的果证都没有 我们修行不是这一生才开始 诸位 包括我才妹 都是老修了 这个老修就是从无量节以来 我们都在佛门里面混日子 怎么知道呢 佛经常说吗 不是培植过身后善根 遇不到佛法 遇不到净土 遇到了 那就是过去生中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听起来好听 实际上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这棵树 种了无量节都没长出来 所以要了解这个真相 在赤土修行 其尽道也难 太不容易了 彼土往生 其成佛也意 彼土就是极乐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是保证的事情 这一往生就不退转 不退转就保证成佛 所以龙树菩萨 在辟菩萨论里面 将菩萨修行的种种法门 归纳为两大类 一类是不求生佛净土 靠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间 修行 这一类修行人 很难得 不要命的修行人 要拼命去修啊 龙树菩萨 用比喻来说明 这一种修行 像什么呢 像在陆地上行船 船在哪里行走 在水中才能走 把船放到陆地上 还能走得动啊 不太可能啊 纵然走动了 也是很勉强 艰难地在移动 这就好比 靠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间修行 不是绝无可能成就 只是太难 太辛苦了 另外一种修行方法 就是以信佛 念佛因缘 往生佛净土 在诸佛愿力的守护下 永不退转 直入如来地 这一种修行 就好比把船放到水里 而且顺风 大家可以想 它的速度有多快 一日欠礼 只等彼岸 那么前面一种 龙树菩萨 称之为难行道 就是此地说 进道也难 后面一种 就是异行道 这就是净土法门 称为异行道的出处 龙树菩萨归纳了 所以龙树菩萨自己啊 也是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虽然它是登地的大菩萨 同样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给我们做一个 很好的示范 所以这里为我们 直接了当指出啊 为什么一定要 求生佛净土呢 因为难以差别太大了 往生成佛是太容易了 保证一生成就 不往生要想成就 真叫没指望 不用算 没指望 至少在我们知道的 有限的年代当中 没什么指望 所以这个问题 不能够 不谨慎看待 亦故 一生可治 容易的缘故 所以一生可以成佛 难故 累劫未成 因为在这边 因为在这边修行难 所以修了这么多节 不但佛没有成 我们连一个最起码的果证都没有 是以往生前嫌 人人去向 千经万论 处处指挥 这就是讲到净土法门的超圣 往生 前嫌 从佛讲 华严经开始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不但自己发愿 劝华藏海会 41个阶位 无量无边的法身菩萨 统统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了不起的大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我们很仰慕的 在哪里呢 在极乐世界 圣人啊 那么历代祖师当中 各宗各派 发愿求生净土的 不胜没趣 净土祖师就不用说了 禅宗也有 不少祖师 开悟之后 回过来 念佛求生净土的 我们所熟悉的 有名颜寿大师 禅宗一代祖师 开悟之后 转过来 念佛求生净土 天台智者大师 念佛求生净土 这样的例子 不胜没趣 所以人人去向 千经万论 也就是说 在很多经论上 我们都能够看到 对于西方净土的赞叹 对于众生的劝勉 要众生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很多学佛的朋友 因为不了解 净土 念佛法门的书上 有这样的看法 这个净土讲西方净土 有些朋友认为 十方世界都有净土 我干嘛要去西方净土 要去 你们去 你们去西方 我去东方 跟你们拜拜 你们都去西方了 西方人满为患啊 赶紧往东方跑 还有说我去南方 我去上方 理论上讲 十方佛土都殊胜 但是大家可以去翻经 能够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 很多经上都赞叹的 不多 虽然世尊为我们介绍了 其他世界的佛净土 但是跟西方净土相比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世尊意在劝众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经上处处在劝 处处在讲 关于西方净土的经论 在《大藏经》里面比比皆是 远不止净土五经一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啊 所以处处之归 因此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不要犹豫 不必怀疑 你说不理解 不理解 就这么相信 准没错 我跟大家保证 肯定没错 那你说 又错了怎么办 错了打电话给阿弥陀佛 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古人这样勉励我们 就是这个事情遇到了 就不要让他恐怖 哪怕不理解 哪怕别人说你信错了 你的选择错了 没关系 无量级 生生世世都在错 也不差这一回 就算错也没关系 实际上 这一次是针对了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法门 升起绝对的信心 末世修行 无愿意识 尤其是在末法时期 净土绝对是首选 大吉经上 也是这么为我们说的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从理论上讲 一切法门 依然还是平等的 但是 净土法门 修学容易 因此 越往后 这个法门的优势 越明显 一句阿弥陀佛 人人可以念 男女老少 等不等道理都没关系 只要肯念佛 肯相信 肯发愿 各个成就 这个成就不是普通成就啊 是成佛啊 不是像有些人误会的那样 念佛容易 所以这个法门成就不高 为什么太便宜了 就好像买东西一样 那么便宜 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呢 他不知道 这个便宜 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用最简单的方法 让一切众生 当生成就 机会平等 只要遇到 各个都有机会 那么对于其他的法门呢 我们念佛的同修 应该怎样去看待呢 这里要说清楚 我们学净土 念佛法门 我们赞叹净土 这并不意味着 排斥其他法门 这要说清楚 就好比我到超市买东西 我只选我需要的 其他的不需要的 我不会排斥它 有别人需要 所以我们念佛同修 对于其他法门 要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 或恭敬 譬如遇到玄秘的 恭敬 尊重秘法 遇到参禅的 尊重 赞叹禅宗 甚至遇到难传的 我们也赞叹 他们的传承 而我 一门深入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不要因为我们念佛的缘故 排斥其他 佛定一切 这个就不妥了 所以这是要说清楚的 因为一切法门 都是佛所说 我们都要尊重 你可以不学 但应当要尊重 这是最起码的态度 好 再看下面的文章 然经称少善不生 多福乃至 言多福 则莫若知识名号 言多善 则莫若发广大心 是以战时圣号 胜于布施百年 一发大心 超过修行历劫 改念佛本器作佛 大心不发 则虽念其微 发心远未修行 净土不生 则虽发易退 是则下菩提种 更以念佛之离 道国自然增长 成大怨传 入于净土之海 西方决定往生 视为发菩提心 第九因缘引 接着为我们说明 往生的资粮 应该怎样去累积 经上说得好啊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得胜彼国 所以然经称少善不生 多福乃至 要多善根 多福德 大因缘 善根福的因缘 我们是多呢 还是少呢 还是没有呢 标准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点 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不是没有 肯定都有 只要走进来念佛 都有了 下面就是 多少的问题了 就好比 钱大家都有 问题就是 多还是少的问题 在这里为我们说 什么是多 什么是少 严 多福 福德 多 表现在哪里呢 在没弱 支持名号 直接了当 什么叫多福德 就是福报 什么是真正的福报 大福报呢 不是很有钱 不是很有地位 那是什么呢 是来这里 打福气 打得多 就这么简单 就是念佛念得多 这就叫 大福德 所以接下来 有一个赚钱的 好机会 我们一百个期 拼命赚钱 赚往生的 极乐世界的钱 这是累积福德之良的 最佳机会 弥陀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 得生彼国 确确实实 那个善根福德 就是讲的 念佛 走进来 这一句佛号 肯念 就算 有福报 念着念着呢 就不高兴念了 这叫福报 少 虽然有 不够多 所以这一句 阿弥陀佛 念不下去的人 要考虑考虑了 要想一想 怎么赚钱 这个赚钱 就是念佛 肯念佛的人 是有大福报的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了当 为我们说出来 多福就是 知识名号 眼多善 则莫若 发广大信 什么叫 多善根呢 发广大信 大菩提信 所以我们今天 善根是不是 很深厚 不用问别人了 问问我们自己 这个信 有没有发出来 今天最后一天 无论如何 要把它发出来 至于 暂时 圣号 圣于 不失百年 所以才说 哪怕只是 脱口而出 念一句 阿弥陀佛 不管是谁 脱口而出 念一句 不要小看吗 这个人称富翁啊 超过一个人 不失百年的国报 这还是略略说的 大制度论里面 龙数扶上 说得更具体 假如有一个人 出生堕地 生下来就会跑 每一天能跑一千里 不是开车啊 跑步 从生下来那一天 就开始跑路 跑一千里 这一千里范围内 全部堆满了 金银七宝 大家想想 那福报多大 然后 他拿这些 金银七宝 去供佛 供圣贤 不失众生 大家想想看 他的福报大不大 单单做一天 福报就不得了了 他做多久呢 做一千年 天天如此 福报够大吧 然后告诉我们 不如有人 与后末世 后末世就是佛灭度了 尤其是末法时期 不如在这个时代 有人念一句 阿弥陀佛 所以才说 念佛人真的是富翁 不要羡慕 那个美国的 比尔盖茨 他要知道了 应该羡慕我们 才对 念佛人是真正富有的人 可是我们常常哭穷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有个无价宝珠 天天去要饭 今天才知道 我们今天真正的身价 何止亿万 哪个国家总统说 他不想当了 让我们去 我们都要考虑考虑 就说大汉天王 现在让位 我们也不一定愿意 去委屈自己 念佛人要有 这样的信心才可以 我们往生是去做佛 六五道之中的 所有果报 都不能降低 所以我们对这一句佛号 要生起坚定的信心 这个是此地 举出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 暂时念一句阿弥陀佛 超过布什本里 这是多福 一发大心 超过修行力竭 这个大菩提心 一念发出来 超过二成圣者 修行很多大吉 前面我们说过 不要小看这一念心 单单这一念心发出来 就是金刚种子 十方祝福看到 赞叹不已 十方祝福 共同互念 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这个大心一发 就是用这个菩提心 求生极乐世界 深信发愿 极无上菩提 念佛人始终要这样 暗示自己 我对往生千万不要怀疑 常常问自己 我的信心坚定吗 还受别人言论的影响吗 我的愿够强吗 在顺利静缘中 还会动摇吗 这样常常提醒自己 这就是我们 修菩提心的下手处 菩提心是要发 发是什么 发就是不断去挖 就是修的过程 要把它开发出来 有了这个心 有了这个心 超过修行很多大解 不仅仅说超过这些二层圣者 甚至于念佛往生净土的众生 这一生 发这个愿 念这一句佛号 肯定要往生的话 大家看无量寿经 后面是怎么讲 行超普贤 登彼岸 不得了 超过普贤菩萨 这不是夸张的 因为普贤菩萨修了无量节 我们呢 这一生 到了极乐世界 经上讲 观音世智 并肩而坐 跟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就像现在大家听经一样 到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讲经的时候 做一起 文殊普贤 把手同行 听完经出去散步 就牵着文殊菩萨的手 一牵以后 好朋友 我们在这边 做梦也想象不到 现在你到五台山 你去牵文殊菩萨的手 影子都看不到 但是聂佛人 这一生 决定往生的话 这个成就就这么快 我们是用了 短短一生的时间 成就这样殊胜的果报 普贤菩萨是用了 五两节的时间 成就这样的果报 果报相同 但是用的时间 我们说短很多 从这个角度讲 行超普贤 这不是夸张 经上确实是这么说的 给我们信心 还有什么法门 比这个成就来得更快速 所以一发大心 便超过修行历劫 但念佛 本期做佛 下面分析原因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他说了 原因就是 念佛就是为了成佛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念佛就是要成佛 念佛 不是要求世间的果报 所以念佛的同修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求世间任何果报 如果用念佛 来换取世间的果报 就太不值得了 可是有些人 不了解 这一句佛号的书生 用这一句佛号换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些老人家 念佛 折纸钱 折纸钱烧掉 干什么呢 存钱 将来做鬼 好花钱 然后折了钱 念了多少佛 存在里面 将来想做鬼 花钱 也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 存钱 虽然他肯定可以做鬼 做鬼也可能很有福报 但是 亏本亏大 也有人念佛 求世俗的种种果报 过去印光大师说 如果念佛人 求这个世间 乃是天上的果报 那就好比拿一颗 无价的摩尼宝珠 去换一粒糖果吃 太不值得了 所以念佛人 要认识到这一点 世间任何果目都不求 求什么呢 求往生 往生的自在一点 求到极乐世界 去称佛 这是我们念佛的原因 念佛本期做佛 大心不发 这虽念细微 所以念佛 一定要发广大心 如果不发广大心 成不了佛 那就跟我们的愿望 相违背了 念佛说要成佛的 成佛就要发大菩提心 不发大菩提心 念这一句佛号 很难相信 所以特别为我们指出 发心远未修行 净土不生 则虽发亦退 发心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更好的修行啊 现在为我们分析 如果我们不求生净土的话 纵然有这个发心 这个发心不能持久 会退下来 不用等到来生啊 我们这一生 问问自己就知道了 第一次发心 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又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中间退了嘛 退了才有一次二次嘛 没有退的话 就是一次 出发心一直保持到底了 所以我们要天天劝 每天发一次 什么缘故呢 昨天发的 昨天晚上就退了 所以今天还要接着发 提醒自己 在这个世间修行 发心都不容易保持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求生净土是唯一的暴政 经上给我们列举 这样的例子 菩萨因为没有求生净土的缘故 他出发心菩萨 小菩萨 在这个世间 虽然发了菩提心退传 而且很常见 鱼子安摩罗 菩萨出发心 三世因中多 几其结果少 鱼子鱼产的卵很多 真正能成活 能长成鱼的 成活率很低 安摩罗果 里面的种子也很多 真正能够拿来 做种 能够成长的 也是寥寥无几 用这两个比喻什么呢 菩萨出发心 菩萨出发心的也很多 就像我们今天诸位菩萨 第一天都发心了 不知道到今天 退了多少次 退的也很多 这还是这一生而已 那生生世世 在轮回中 就更不容易了 经上有一个具体的历史 设立佛尊者 过去生中 曾经发心行菩萨道 他听说菩萨很伟大 了不起 于是下决心 要向菩萨学习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这个心一发 他就要出来 服务大众 做众生啊 他以前是修治了汉的小城 结果这一出来 他就遇到很好的缘 遇到一个婆罗门 一个年轻人 那个婆罗门啊 在路边哭哭啼啼 设立佛尊者看到了 就说 你有什么困难啊 我可以帮你啊 尊者想自己发菩提心了嘛 见到众生有困难 要帮助 年轻人就说 哎呀 师父你真好心 但是没用的 我这个忙你可能帮不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年轻人说了 我的母亲啊 得了重病 找医生看 医生开了药 可是找不到药引子 师弟佛尊者就问 药引子这么难找 到底是什么 年轻人就说 需要一个修道人 不会生气的人 无称人的眼镜 就是把眼镜挖出来 也不会生气 要找这样一个人 用他的眼镜 做药引子才可以 尊者一想 这机会正巧 就跟他说 你算欲对人了 你很幸运 我就是这个人 来 不用客气了 尊者马上动手 眼镜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 这个年轻人啊 就赶紧 慌里慌张说 哎呀师父 对不起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挖错了 你挖得好像是左眼吧 医生说要右眼 很抱歉 尊者一想 哎呀 早说嘛 早说我还可以 留一只眼镜 现在挖了一只 没用 白挖吗 所以只好把另外一只 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 年轻人就把眼镜 接过来 闻了一闻 说这个眼镜很腥臭 不适合做摇影子 算了 还是给你自己吧 丢在地上 还用脚踢一踢 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 扬长而去 大家想一想啊 假如是我们 我们不要挖眼镜了 别人借我们的眼镜 戴的眼镜就行了 不用这个真的眼镜了 我们是否当下舍得 就是有人问我们 借眼镜用一下 没有理由的 我们把眼镜借给他 他拿了眼镜 并没有好好戴 往地上一摔 脚踩一下 对不起啊 你的眼睛坏了 我们作何感想呢 他也没有什么感谢的话 这个跟 施利弗尊哲的遭遇相比 那是差太远了 所以尊哲 看到这一种情景 退心了 众生难度 算了 我还是回去住我的毛棚 懒得理这些人了 这一退 就一直退到现在 释迦牟尼佛出事 还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小城的位置 所以不容易啊 在这个世间 修行 发心 好不容易 把这个心发出来 如果不求生净土 在这个世间 行仆尚道 比登天还难 所以才说 虽发一退 很容易退 所以退转 家常便饭 那么也有些同修讲啊 退转怎么办 怎样保证不退转 没有别的办法 天天提醒自己 要加强学习的力量 常常听经 常常问法 常常修行 天天提醒 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 都还有可能退下来 那要放纵几天 还得了啊 说来说去 就是希望大家 这一百个期啊 多念几个 也有这么好的机缘 如果自己真的 也有时间 这确实是不错的时间 念佛的时间挺好嘛 只是我没这么多时间 我工作很忙 没关系 用这样一种发心 在生活中 也可以保持不退转 并不是说 只有在念佛堂可以念啊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 各行各也都可以念 只不过呢 如果有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更安心地念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说离开念佛堂 我们就没得修了 只是说有这个缘 我们不妨好好利用 所以这个地方 才反复强调 一定要发心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发心 用在求生极乐世界上 否则发了也会退 等于 把我们之前的累积的质量 全部都报废掉了 最后总结说 是者下菩提种 更以念佛之理 菩提种就是发菩提心 那是成佛的种因 正因成佛的种子 把这个成佛的种子种下去 更以念佛之理 用念佛的方法去培植 这个种子 念佛就是给菩提心灌溉 所以这个地方 终于给我们说出 发心和念佛的关系 我们一向都以为 念佛好像最重要 到这个地方 我们才知道 原来发心 才是摆在首位的 发心是正因 念佛呢 念佛是让我们这个发心 一直保持下去 就像种地一样 种子重要还是离子重要呢 大家不要上当啊 种子和离子都重要 因为缺一个 两边都不成 所以这是缺一不可的 但是有个先后顺序 一定要先有种子才对 所以先要发心 然后用念佛 保持我们这个发心 不退 而且念念增长 则道果自然增长 我们的道业 我们的果报 会越来越殊胜 成大愿传 成弥陀愿力之传 我们念这句佛 有弥陀愿力 做依靠 有人说了 念佛既然是 这个降伏烦恼的方法 让心安下来的方法 不过是四个字嘛 我随便念其他四个字 不也可以吗 可不可以像 周立潘陀且尊者 念少成除够呢 理论上讲也可以 但是 我们念阿弥陀佛 有弥陀愿力的加持 有双倍的力量 如果我们念少成除够 一定要念到跟周立盘陀且一样 证阿罗汉果才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念佛呢 没关系 只要具足信愿 一向专念 就能往生 证不证果 在现前并不重要 这一往生 就保证不退成佛 这是念佛 跟念其他任何名相 不一样的原因 所以虽然都是几个字 但是内涵 绝不相通 这是弥陀愿力 作为我们念佛的依据 成弥陀大愿之船 入于净土之海 这西方决定往生 大师给我们 斩钉截铁的答案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说 我可能不会往生 我没把握这样的话了 再说 就有点辜负 大师的劝勉了 所以我们念佛人 一定要通过这一次的学习 坚定往生的信愿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 视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 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九因缘 为求生净土 这样的因缘 最后第十因缘 这是在前面九种因缘的基础上 利益众生 请看文章 云和令正法九住 为我世尊 无量节来 为我等故 修菩提道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因缘博满 遂至成佛 既成佛以化缘周气 入于涅槃 正法向法皆以灭尽 仅存获尽 有教无人 邪正不分 是非莫辩 竞争人我 尽主 利明 举目涛涛 天下皆是 不知 佛是何人 法是何意 生是何名 虽禅至此 待不忍言 每一师吉也 不绝泪家 先看到这里 最后 这是讲到 护持正法 令正法九住 前面 着重在 勉励我们自己 从念 佛恩 父母恩 师掌恩 师主众生恩 到念 生死苦 尊重几灵 忏悔业障 回归净土 好 我们的事情 基本上有着落了 到回归净土 就是我们的前途 已经稳当了 但是 菩提心的内涵 是不舍众生 是利益众生 所以最终要回到 这一桩石井 所以才把最后一条 归到利益众生 怎样利益众生呢 只有以佛法 才能真正利益众生 所以 宏护正法 是我们 利益众生的唯一事业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师为我们 也是举例分析 先从世尊说起 为我世尊 无量节以来 为我等过 为了我们 每一个众生的缘故 修菩提道 一切祝佛 都是为众生过 那么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过 这个就显得特别亲切 经上说 这个世界 很着恶 很坏 这地方的众生很坏 坏到什么程度 坏到有很多菩萨 听说 要到娑婆世界 去斗众生 他们都说 我没空 都是这样的 就好比我们现在 有这个一些 弘法的 一些发心的 在家出家的大德 听说某个地方 很糟糕 不尊重佛法 去了 也引不起重视 造恶业很多的 听说那地方邀请 对不起我没空 也是这个情形 唯独释迦牟尼佛 特别选重这个地方 看到这些众生 这么苦 这么可怜 也没有人来帮助 所以他老人家发心 难行能行 男人能人 来到娑婆世界 视线成佛 救度我们这一些 刚强难化的 罪苦众生 因缘果满 遂至成佛 释迦牟尼佛 来到这个世间 很多次了 就以这一次为例 这一次 两千五百多年以前 降生在 加辟罗维国的王宫 出家成道 教化众生 继承佛以化缘周气 这是简单描述 佛的一生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到一段落之后 入于涅槃 涅槃翻译成灭 生灭的灭 入灭 灭度 灭是什么意思 灭尽烦恼 也可以翻译为 缘济 功德圆满 烦恼济灭 有很多人 误会地理解 涅槃就是死 佛不再世了 叫涅槃 于是我们不再世了 可能也可以叫涅槃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看到佛门 有大德过世了 都叫缘济 知道了 原来缘济就是死了 和尚死了叫缘济 我们死了 可能也是缘济了 人死不能叫缘济 不能叫涅槃 烦恼死了 才可以叫涅槃 那么佛入涅槃 就是要视线 离开这个世界 正法 相法 皆已灭尽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都过去了 那么大师 他老人家当年 生活在清朝 康熙 永正年间 也是末法时期开始了 三百多年前 三百多年前 也是末法 刚刚开始的时候 简存末法 有教无人 末法 末法就是法传到最后 不像样子 末法的情景 是什么呢 此地说了四个字 有教无人 教是什么呢 经典在 大藏经到处都在印 经书到处流通 叠片是一大堆 一大堆的兽 怎么样呢 没人去学 大家可能觉得 有点夸张吧 我也天天看呢 看跟学 不是一个概念啊 看能代表学吗 我们看看 我们是叠片看看 人看看 我们是这样看的 怎么叠片看看 人看看呢 看看老和尚 讲的新的叠片 看完了 出去看看 那些人有没有做到 我们是这样看的 这是末法时期 很正常的现象 就是教法还在 别人说正果的人 寥寥无几 就是真正用功修行的人 也是屈指可数 那有人说了 那我们今天这算什么呢 不能讲真话 讲真话 我们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一下子就没力气了 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是 你说我们也在修呢 我们是装个样子而已 修 烦恼有修掉吗 没有啊 这个修的标准是说真正在断烦恼 这叫修 烦恼断了 真的断了 那叫正 在下功夫断烦恼的过程 这是修 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这样说 准备在修 我们只是在做准备工作 这正常的嘛 准备工作 准备怎么修呢 准备到极乐世界去好好修 可以了 极乐世界好比是个大修理场 我们这些是出了问题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好好修 末法时期的现象 确确实实是这样 修行用功的人越来越少 协政不分 这个时代如楞严经所说 协师说法如横河上 协之协见 充斥在整个社会上 这些事情不能够细数 连例子都不敢随便举 会得罪人的 我们只能说 我们在听闻种种之鉴的时候 要以佛知佛见 以经典为依据 这是唯一的标准 才能避免误入歧途 是非莫变 没有标准了 这个时代没标准了 你认为好的 明明是好的 也可能真的是好的 结果所有人都说不好 于是自己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了 没标准了 竞争忍我 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此地说出来 忍我是非 尽诸立名 争名夺利 举目滔滔 天下皆是 放眼望剧如江河之水 泛滥一般 面地都是 不知佛是何人 问一问 不知佛是何人 不要说一般人了 就是学佛人 我们今天算幸运了 多少听了几天经 知道佛是谁了 终于知道了 没学佛之前 知道佛是谁吗 现在很多地方 很多人 对佛 真的分不清楚 到底是谁 你要问到佛 就是华人 对佛观念比较深的 这个概念比较普遍的 你去问他 知道佛是什么人吗 他会拉你 到隔壁大伯宫那边 这个就是佛了 你说不是 他马上又把你拉到成皇庙 那这个肯定是吗 一般民间的概念 神佛 根本就是一桩事情 分不清楚 这还算好的 他还有个佛的概念 那有很多根本 就不承认有佛这回事情 终于在这里很感叹地说 不知佛是何人 那么我们学佛了 至少要知道 佛是怎么一回事 佛是觉悟的一世 在这个时代 释迦牟尼佛 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佛是人不是神 他是伟大的导师 杰出的教育家 是具足大慈悲心的 关注众生生活的 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不是虚构出来的 绝对可信 那么我们学佛呢 就是学他的觉悟 智慧和慈悲 法是何意 这个倒还真的 学佛人有时候 都还不一定说得出来 法是何意 法是鬼池的意思 鬼就是轨道 像那个火车的轨道一样 像行星的轨道一样 池就是保持不变 换个说法 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这是法的定义 我们说的佛法上的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一切经典中 所讲的呢 是法当中的一部分 是某种修行方法 某种规律 而单讲法这个字是全体 这个规律是永恒的 所以你不管什么人 什么时候去按照这个方法 尝试 准刑 绝对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今天学法呢 因为法是真理 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学了 肯定有成就 这是法的定义 生呢 生是何名啊 这个很多人也分不清楚 问生是什么 生就是和尚吗 和尚又是什么意思 和尚就是光头嘛 把头发剃光了 就是和尚了 有不少学佛人也这么认为 生是清净的意思 和和重的意思 所以我们皈依三宝 至少对佛法生的观念要明明 衰残至实 代不忍言 每一世纪不绝内瑕 大师处在前清那个时候 应该说还是佛法很兴旺的时候 因为康熙皇帝 永正皇帝 包括乾隆皇帝 都是虔诚的佛弟子 但就是这样一种环境里面 大师都感觉到 每况愈下 佛法不如以前那么兴旺 怎么办呢 往下面看 我为佛子不能报恩 内无异于己 外无异于人 生无异于时 死无异于后 天虽高不能复我 地虽厚不能债我 极重罪人 非我而随 由是痛不可忍 既无所出 顿望彼露 护法大心 谁不能挽回 墨运于此时 绝当途 护持正法 与赖事 好 我们也 效法一下 感同身受 这是我们佛子的本分 我为佛子 佛子啊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的法是从佛那里学的 这就好比父母亲对儿女有出生之恩 我们的法是从佛那里出生的 所以我们是佛子 虽然身为佛子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报复恩 没有能力报复恩 就是我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面 想想这些事情 内无异于己 自己没有成就 外无异于人 生活在这个时代 对这个世间没有利益 过世之后 对后世又不能产生好的影响 那这样说来 无地之荣啊 天虽高不能复活 地虽厚不能在乎 极重罪人 非我而遂 这是生起极大的惭愧心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佛法 没落的现象 不能怪别人 我惭愧 我忏悔 我没有能力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学佛人应有的心态 说到这里 顺便讲一下 我们学佛朋友中 不论在家出家 有时候呢 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看到佛门中 种种不如法的现象 那个烦恼啊 痛苦啊 怨恨啊 一股脑全部都生出来 痛哭流涕啊 干什么呢 说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糟糕 为什么这些众生这么不听话 为什么这些同修是非那么多 为什么这些道场统统都不如法 怎么办 此地大使教我们 真正佛弟子 如果真有护法的心 应该这样想 看到这一种情景 我没有理由怪这个时代 我没有理由 埋怨任何一个众生 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身为佛子 我却没有能力帮他们 没有能力挽回这个局面 这是我的过失 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这是一种圣贤自我反省的态度 而不是天天在那边怨天尤人 骂来骂去 你看这大师给我们做了样子 我们学佛 如果这一点觉悟没有 那真在佛法中到处生烦恼 什么缘故 因为到处看到的都是所谓不如法 只能生更多烦恼而已 那不是觉悟的态度 觉悟的态度是 看到一切不如法 不怪他们 是我的事情 我们有能力挽救 我惭愧 那怎么办呢 下面更进一步引导我们 既然这个责任都在我 我是几种罪人 非我而谁 有始痛不可忍 想到这里实在忍不下去了 听清楚啊 忍不下去 不是大大出手 我看不上去了 谁让他那么过分呢 不是吵就是骂 要不然就出手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应该怎样做呢 顿望彼陋 互发大喜 忘记了自己 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凡夫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责任在我 我要发大菩提心 一定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虽不能挽回末运于此时 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 扭转眼前的局面 已经是末法 我没有能力了 但是我一定要发愿 要立志 绝当土护持正法 越来世 我要赶紧拼命的进进 我一定要挣扎 我的能力 在将来 我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为护持正法 不遗余力 去做一切工作 这个是真正看到佛法衰微 应该要有的觉悟的心态 下面大师现身说法 看看他老人家怎么做的 事故协助善友 同道道场 数为灿磨 见之法慧 法四十八之大运 怨怨度生 其百千劫之身心 欣欣作佛 从于今日 尽未来计 彼此一行 事归暗阳 既等九品 毁入娑婆 彼得佛日重徽 法门再颤 深海澄清于此界 人民 披画于 东方 劫运 为之 更严 正法 得以久住 此则 区区 真实苦心 视为 法菩提心 第十 因缘也 这一段文 不应该是大师一个人的话 刚才是应该一起念的 回去补上没关系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大员 大师为我们做榜样 事故 因为前面的缘故 这个责任 应当当仁不让 协助善友 有缘的同参道友 既然都有这个善心 聚到一起 来到道场 受为颤魔 发怒忏悔 就是这些责任不在别人 在我们 在我们佛弟子 我们没有理由 去怨这个时代 去埋怨任何人 见之法会 当时大师起见涅槃法会 就是纪念佛陀入涅槃 因此而深深感触到 佛陀为我们的缘故 传下来的大法 到今天已经衰微到极处 我们怎么还能这样 让他沦落下去呢 纵然没有能力 也必须有这样的心愿 尽力而为 所以发四十八十大愿 跟阿弥陀佛一样 发四十八愿 愿愿度生 没有一愿是为自己 起百清节之身心 信心做佛 这个身心就是菩提心 就是我要把这个菩提心 生生世世保持下去 没有别的 上求佛陶 前面说的是下化众生 从于今日进未来即 我发愿 从今天开始 乃至到无尽的时空 没有尽头的地方 必持一行 从尽来说 我这一生 一定要 往生极乐世界 事归安雅 事 事是什么呢 事就是坚定的愿 用事比愿来的更坚定 我为了要圆满这个大愿 所以我这一生 必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既登九品 既然往生呢 往生 我马上会回来 我往生也马上会回来 可能诸位会等不及了 所以还是大家先去比较好 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 也是这样 不是去享受的 到极乐世界 成就这样的心愿 回入娑婆 回入娑婆是举一个例子 因为娑婆是我们的老家 这个地方众生最苦 娑婆翻译为堪忍 这个地方众生 堪能忍受 种种烦恼的折磨 还不愿意处理 我们就是忍了这么多劫 好不容易出去 我们要回来 帮我们的乡亲 眷属 这是举一个例子 然后他方世界 有缘的地方 我们也应当去啊 我们今天回向啊 回向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要赶紧回来 回来干什么呢 度众生 善之方便 度众生 巧罢成老 为佛事 现在我们没这个能力 所以一定要求往生 到那个时候 就完全可以兑现 这样一种心愿 必得佛日重回 佛法就好比太阳一样 现在呢 现在这个太阳 要日落西山了 我们没有能力 挽回这个局面 但要发这样的愿 我发愿 我到极乐世界 马上就回来 如果看到谁还没去 我一定要劝他赶紧去 要发这样的愿 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为佛法的兴旺 不遗余力的 去修行 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呢 完全有这个能力了 法门再灿 法门 佛所说的种种法门 让他再一世 在人间发扬光大 深海澄清于此界 生团将不再有非法的现象 就不再有我们所谓的不如法了 看上去 个个都是清净无法的修行人 人民批划于东方 东方因为大师处在东土 我们现在讲中国 生在中国 有一个好处 闻大乘佛法 很方便 佛法自从传到中国之后 就一直没有断绝过 而且大乘佛法 经过中华文化的 这一块土壤的培植 确确实实得以发扬光大 那么我们今天呢 人民批划于娑婆国土 这个世界 大千世界都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劫运为之更严 政法得以久住 纵然有劫难 往后面严 乃至完全消除 政法得以久住 政法永久住世 如同 世尊在世一般 那就是什么呢 政法在世 教法存在 修行人如法 而且各个成就 不容易啊 这是一种心愿 有人说这些心愿有用吗 有用 这比在那边怨天尤人 有用多了 这是我们修行的动力 我们修行到最后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所以经上说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各个都有这样的愿 愿在十方 没有三宝的国土 建立三宝 没有佛法的地方 宣扬佛法 就是此地说的这个意思 这就是报佛恩的具体做法 华言经上说 假使顶带 经尘节 我们对佛很恭敬 把佛顶在头顶上 经多少大节呢 尘点节 大千世界 遂为微尘 一粒微尘一个大节 这么久 身为床作变三千 用自己这个身体 做法座 请佛来说法 坐在自己身上 表示对法的恭敬 若不说法度众生 前面做的这一切 对佛极其恭敬了 用最殊胜的供养 现上了 怎么样呢 如果没有说法 没有宣扬佛法 利益众生 没有做这个事情 终无能有 报佛恩 所做的一切 都不能报佛恩 所以在佛门中 说法始终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报佛恩 唯一有效 唯一 得到祝佛 赞叹 推广的方法 什么缘故呢 因为佛什么都不需要 佛需要的是什么 假如说佛有需要的话 就是让更多众生 闻法 修行 觉悟成佛 就这么点事情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 都是为推广佛法 做准备 这是发菩提心 最终的因缘 前面第九种因缘合起来 成就自己的 法生会命 往生不退成佛 这一院 是为佛法 为一切众生 总结起来 这十种因缘 我们如果多少了解 深深思维 这个菩提心 就是不法 他自己会跑出来 常常念念这些开示 我们都会有很深的感触 这是这一篇文章的正中分 到这里告一段落 是为发菩提心 第十因缘 那么最后啊 这一大段 是流通分 总结劝勉 我们一段一段来学习 如是十缘 被识 八法周知 则去向有门 开法有地 相遇得此人生 居于华夏 六根无恙 四大清安 具有信心 信无魔障 好 看到这里 如是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 十缘 十种因缘 被识 通通都能认识 都能了解 八法周知 发心八种差别 我们也都全面的知道 正面的应该保持鼓励 负面的应该消除 则去向有门 开发有地 那我们就知道 今后该怎样修行了 修行的门路找到了 不至于误入歧途了 相遇得此人生 相遇就是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一起 都能得人生 居于华夏 华夏就是讲的中国 都生在中国 都生在地球上 所以生在中国呢 就是我们今天 都受过华文教育 受过华文教育 学习大乘佛法 具足绝对的优势 所以这也是一种福报 如果是马来人 来听这个文章 试试看 就是翻译 也绝对不会那么到位 这一点 我们就应当感谢 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这个民族 给我们留下来的恩德 这是一种幸运 六根无药 我们眼不花耳不聋 身体都还算强健 有人说 我不怎么健康呢 我有病呢 打妄想的时候 不觉得有病 这个 说是非的时候 也没感觉到疲劳 就是生病的人 说是非 也不感觉到疲劳 很奇怪的事情 躺在那边 在那边 哎呀哎呀 身影着 你旁边跟他说 哎呀 我今天听到某某人 又如何说 马上精神就来了 这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应当 好好地认识一下 我们自己的状态 我们今天很健康 身心 至少都还能动态 应该用在 佛法修学上 四大清安 四大地水火风 我们这个身体的 基本元素 都还相当不错 活蹦乱跳的 具有信心 那么遇到佛法 多少有一点信心 这是素式的善根 神后我 说明我们过去 是有修行的 信无魔障 在这一生 也没有遇到 太大的障碍 不要想 不对啊 我前几天 刚刚丢了几块钱 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 又被什么人误会了 别说这些 这些根本算不上魔障 要算的话 也算鬼障 但是自己障碍自己 根本谈不上魔 这个魔是什么 很严重的 六一天魔 严重的障碍 修行人 特别用功 特别精进的时候 快要出离的时候 六一天魔出现障碍 平常 他在睡大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在睡大觉 所以 我们在这个 现前的生活中 其实 并没有太多的 客观障碍 有时候 一点点小小障碍 我们就在那边 喊啊叫啊 叫什么 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 不行啊 突破不了 有什么突破不了的 自己不想突破而已 我们现在学佛 修行 念佛 都是很轻松的事情 比做世间任何工作 都要轻松很多 我们想想看 我们在这边念佛几天 算辛苦 不算 做生意的人 工作的人 农民 他们为了赚钱 为了赚一点钱 一整天 一整亿 都不感觉到累 所得到的 不过是世间 一点点利益而已 我们现在是为了 求无上福果 就是说 真的辛苦一些 也不应该这么认为 我们应该想想 我们追求的是 远大的目标 不应该为眼前 这一点小小的遭遇 产生烦恼 所以大师才 把我们现在 具有的优势 先分析出来 我们还是 很有优势的 那么再下面 是以出家的身份 来讲的 请看文章 这是站在出家的立场 这里面一连串的又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又得出家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出家几天 出家是很大的福报 其实这个福报 就在一面之间 这个是公平的 又受俱戒 又得到圆满的戒体 就是获得 真正出家人的质格 又遇到场 我们又遇到 很好的道场 这个大家有这个缘 弥陀山这个道场 那个大门 永远不关的 随时可以进来 以后如果真的关门了 可以翻墙进来 阿弥陀佛不会反对 我们今天遇到道场 就是说 有比较适合修学的环境 又闻佛法 我们又能常常听经文法 这个语言太殊胜了 又占舍利 那么大师当时 是在阿弥王室的舍利塔前礼拜 所以加上这一句 见到佛舍利 如同见佛真真 只要生起这样的恭敬心 是有这样同等功德的 我们今天呢 是不是也要跑去 拜拜舍利时呢 有缘的话 也没关系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 大家手上拿的 这就是舍利 法身舍利 经典是如来 法身舍利 礼拜也是同样的 又修忏法 当时他们在修忏悔法 就是说 大家一起精进修行 这个缘很难得 又执善友 同参道友 大家又能够和睦相处 一心向道 又具圣缘 种种因缘具足 不于今日发誓大心 更待何日啊 我们直接用在今天 我们今天是 又来到道场 又很空闲 又有饭吃 又有佛念 又没有人赶我们走 又又又 又一大堆的理由 如果今天我们再不发心 诸位想一想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大师为我们找了十足的理由 看来今天不发 晚上是睡不好觉了 所以下面大师直接了当 劝 唯愿大众 明我欲成 灵我苦斥 同立此愿 同发誓心 未发者 今发 以发者 增长 以增长者 今令相续 好 我们一段一段看 这个几段都很精彩 大师 还是用一种 请求的态度 劝勉 唯愿大家 发发慈悲心 诸位菩萨慈悲 怜我欲成 怜悯我这一点点 无知的诚意 我不知道诸位是何方神圣 但是 我有这样虔诚的心愿 希望大家 同发此心 同利此愿 未发者 现在赶紧发 不迟 以发者 让他增长 以增长者 让他念念相续 不要间断 这个在直接 鼓励我们赶紧发 悄悄地发吧 再看下面 勿为难而退窃 勿示意而轻浮 勿欲数而不久长 勿懈怠而勿勇 勿威靡而不正习 勿阴寻而更期待 勿引于顿而一向无心 勿以跟前而智彼无分 这里面一年用了八个物 这是把我们平常所找的一大堆的理由 全部否定 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心 物为难 很多人说太难了 发心做不到怎么办 不要怕难 发心不难 动个念头而已 我们打妄想都不觉得难 为什么偏偏发心觉得难 不要怕难 不要听到难 就产生了退居之心 产生怯懦之心 这不是一个佛子 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身为佛子 要有大丈夫气概 对于菩萨的心愿 我们都要支下承当 这才是佛子 佛子是要成佛的 这点勇气都没有 走出来 有气无力 半生不死的样子 跟大家说 我要成佛 我要往生 可能吗 别人一看 往生 往死还差不多 所以我们学佛 为什么 一定要发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 是我们的动力 是我们的生命 有了菩提心 这个生命就有价值 就有意义 生活就非常精彩 任何时候 都不会感觉到失落 但是反观我们现前 我们很多时候 确确实实 因为缺乏菩提心的缘故 生活中小小挫折 垂头上气 垂头上气还算好的 有人一咬牙 我不活了 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怎么能学佛吗 走出去还跟人家讲 我学佛了 多少年了 哪个学会的同修 以后不要说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走出去 阳光灿烂 各个像菩萨一样 走出去让人看到 这人怎么这么年轻啊 好像他有用不完的力气 好像他活得 每一天都很精彩 好像做什么事情 他都不觉得有障碍 这是我们学佛人 表现在自己身上的一种形象 旁边人看到 他就是不说 心地里面也暗暗羡慕 哎呀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学佛人还真就是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培养的 一点点困难就让我们退了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物事意义而轻浮 也不要把这一桩事情看得很容易 这是帮我们调心态 不要看得太难 因为太难 我们这样想就不敢发心 不要看得太容易呢 如果认为太容易 就起轻慢心 所以物事意义而轻浮 就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嘛 就会起这样一种 轻慢之心 浮躁 物欲数而不久长 欲数 就是想要赶快成就一种境界 果报 这个是修行人很忌讳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遇到这样发心的修行人 发心很勇猛 拼命发心 拼命精进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佛 念佛人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念佛三位 于是去拼命 拼命的一段时间没有 从此不再信佛 因为他认为不灵 我试验过了 不行 我已经拼命了都没成就 这种情况 就是此地说的 过于急躁 所以我们发心学佛 或者发心念佛 求往生 这个心态要端正 不能急 也不能缓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绵绵蜜蜜 一直精进下去就好 不要急着说 我很着急要往生啊 有同修有这样的心愿 我很着急啊 不行啊 这个时间我不想住了 也有人这样往生啊 没错 这个心态 我们要正确理解 有些念佛人 他是要往生 但不是用这一种急躁的心 而是用一种 不执着 看破这个事件的态度 这个事件 我不留恋了 不留恋的态度是怎样 我现在尽心的念佛 赶紧成就功夫 然后才能赶得佛来接应 而不是这边急躁着 佛你怎么还不来呀 我很着急要去 你知道吗 这越急 自己的心越不安 越不安 越不能赶得佛来接 所以在修学的过程中 勇猛心很重要 但是长远心更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两方面都要坚固 发心勇猛 而且要长远 一直坚持下去 不要因为我们眼前追求一个修学的果报 没有献钱 我们就退时献心 不可以这样 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过于执着的 追求眼前的果报 眼前的境界 比如说念佛人 听说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 我念了七天 为什么没有 不要管 继续念 一个七天没有 两个七天 两个七天没有 七个七天 都没有 我就拼了命 念他一辈子 就可以了 一直念下去吧 要有这样的长远心 这样才能保证最终成就 所以勿于恕而不久长 不要求恕效 而不能够持久 勿懈怠而无勇猛 这又告诉我们 不要产生懈怠 发不起勇猛精进之心 懈怠 懈怠 也是我们凡夫的袭击 我们会找种种理由 让自己懈怠下来 还有时候 我们也遇到一些朋友 说这个 现在学佛太早了 要到什么时候呢 退休之后 而且还要退休了 没事情干之后 因为有些人退休 不是马上就清闲 有些要打理孙子的事情 照顾家庭 其实修行跟这个没有障碍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 反正是还早真的 大概到最后一刻修 都还来得及 理论上讲没错 临时报佛教 只要报得住 可靠 阿弥陀佛十年一年 临终都可以往生 问题就是 忽然命中 没报住 那怎么办 就要落下去了 所以不能等 不能懈怠 应当听闻之后 直下发起这个勇猛之心 悟迷而不正习 微迷就是 很消极 消极就是不振作 学佛人这一点 也要注意 我们学佛走出去 要神采益 你说不行啊 我太累了 太累了就在家 休息好 精神状态调整好 不要走出去 让人看了 你看这都是学佛人 念佛念了几天 走出来 有气无力 这个弥陀山 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这个地方 不怎么好 大家到这边 好像都接受了消极培训一般 所以明天大家回去 回到家 或者遇到什么人 装也要装个笑脸 开心一点 别人问你累不累 不要说很累 不要说这几天挺折磨的 终于回家了 这一下惨了 旁边人就开始传了 弥陀山不能去啊 这是我们学佛人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从心态上去调整 首先我们心态要端正过来 我们的身体可以疲劳 正常的 但是我们的心念 绝不能消极 有人说 不是要看破放下随缘吗 我们真的会看破 我们看破什么呢 把念佛堂看破了 怎么把念佛堂看破了呢 我知道 这个念佛堂不怎么如法 我都了解过了 打死我也不赖 放下什么呢 把佛法修学的事也放下 宁愿提起是非 天天在那边说来说去 也不愿意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很颠倒的事情 随缘怎么随呢 那边有人说 我们去玩一下 我们去怎样 随缘啊 跟你去吧 这边说打佛西来 随缘来打吧 对不起我没空 下次再随缘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从心态上去端正 要培养正面的心态 要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积极的因素 勿音寻而更期待 音寻就是还在那边 犹豫不决 还在观望 还在等 还等什么呀 不要等啊 今天就要赶紧下决定 勿音 愚钝 而一向无心 愚钝 就是很多人说了 我很笨 我没有文化 我不行 不要这么想 佛没有这么看我们 佛看我们 每一个众生 跟他没有两样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没有文化 没关系 肯学就行了 你说我很笨 悟性不高 没关系 老实就行了 你说我的能力有限 做不了那么好 没关系 认真学就行了 这些都不是理由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说 不要因为这些原因 让自己停下来 一直没有心上进 这叫自甘堕落了 勿音跟前 而至比无分 还有些同修讲 我的根性很烈 我可能不适合修行 不应该这么想 根性烈 才更应该修行 越修才越利嘛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没有理由 不发现 下面大师进一步 用比喻说明 请看文章 辟柱种树 种极油 则跟浅而日深 又如磨刀 磨极油 则刀盾而成立 岂可因浅物重 任其自枯 因盾浮膜 制之无用 这里两个比喻 很好懂 就像种树一样啊 树种下去 根不会很深 刚种的时候不会很深啊 它要慢慢往下扎 只要种下去 它慢慢的 就会牢固了 那个根就会越来越粗 越来越深 自然而然 它就会积取营养 就是只要我们肯学 就一定有进步 哪怕每天都学一点点 进步就在其中 又像磨刀一样 我们这把刀很顿 斩烦恼 斩不掉 怎么办呢 现在有块磨刀石 磨刀石在哪里 我们这边很快磨刀石 很大一块磨刀石 这是念佛堂啊 诸位是把刀拿来磨 磨一磨就锋利了 就能斩断烦恼 可是磨刀是需要耐心的 这个一来一回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磨过刀 我是磨过 要慢慢的磨 你磨一下两下是看不出 有什么效果 在这边没完没了的磨 慢慢的刀刃开始出来 这说明什么 只要有心修行 只要有心念佛 不知不觉 就有进步了 怕就怕没这个心 怎么可以因为自己 现在根性不够利 或者自己不够聪明 或者说在某一方面 因缘有障碍 种种理由而让自己不上进 怎么能够找这些理由呢 这是用比喻说明 下面再进一步 深入分析 又若以修行为苦 则不知懈怠有苦 修行则勤劳战时 安乐永结 懈怠则偷按一事 受苦多生 这一小段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为我们分析 就是很多人以为修行很苦 实际上修行并不怎么苦 如果以为修行苦 其实懈怠更苦 怎么理解呢 因为修行 勤劳战时 是战时辛苦 安乐永结 就好比念佛人 纵然这一生 辛苦一点 没关系 无量寿经上讲啊 所以一事精进勤苦 虚与见尔 哪怕我们这一生 每天都用十二个小时 去精进念佛 也不过几十年 我看很多老菩萨 都不已经有几十年了 这个要提高警觉啊 纵然多辛苦一点 值了 这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快乐无极 永拔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可是如果 因为劳累苦的缘故 那我就懈怠一下 找些理由 放纵一下吧 那好 那就要永远痛苦下去 在轮回中 要想等到 下次机会出离 那真的不知道 要到何年何月 所以要明了这个真相 自然而然 就会升级警觉 再看下面文章 旷乎以净土为周航 则何愁退转 又得无声为忍力 则何律见难 当之地狱罪人 上法菩提与网结 其可人论佛指 不离大怨于今生 无始昏迷 王者既不可见 而尽觉悟 将来由上可追 看到这里 这一段是 这一段是以净土成就的书圣 勉励我们 旷乎以净土为周航 我们今天发愿往生净土 我们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 有弥陀愿力在加持 这个修行是很容易的事情 跟其他任何法门相比 我们是省了很多倍的力气 也就是说 其他法门 要用十倍百倍的功夫 才能成就的 我们只需要一倍 甚至半倍 甚至只需要肯做就行了 这么容易的修行方法 怎能够放弃呢 选择这个方法 这一往生 绝对不退转 则何愁退转 入迷途怨海 永不退转 又得无声为人力 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无声乏人 无声乏人 就是观察一切万法 不生不灭的真相 测见宇宙人生真相 不会退了 则何律于艰难 在修行上再没有困难 所以念佛法门 基本上没什么障碍 没什么困难 就是跟其他任何法门相比 这是最容易的 当时地狱罪人 上发菩提与网结 地狱众生啊 里面有很多 都是我们的老同学 他们也曾经发过菩提心 这个菩提就是菩提心 过去生存发过 发过为什么堕地狱呢 发过忘了 退转了 所以堕地狱了 所以堕地狱了 这在提醒我们啊 我们如果这个菩提心退了 忘了 不精进了 地狱众生一看 终于等到你了 我们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堕了 其可人伦佛子 不利大愿于今生 我们现在得人生在人道 怎能连地狱众生都不如呢 地狱众生尚且曾经发过菩提心 我们今天如何能够播发 无时昏迷 无时节以来 我们都在昏沉迷惑 王者既不可见 这是过去的 过去的 没有办法改变 不管他了 而今觉悟 但是今天 这是个觉悟的机会 不要再睡了 没有同学睡啊 大家都已经觉醒了 就是我们的心念要觉醒 要提起高度的觉悟 为我们接下来的前途考虑 将来由上可追 由上可追 就是我们的前途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我们学佛常讲改造命运 今天不是改造命运了 创造命运 这是我们的成佛之道 学佛人 念佛人 一定要有这样坚定的 信念 接下来 大师继续 从迷雾 来勉励我们 然迷耳未误 故可哀怜 苟知耳不醒 有可痛惜 若据地狱之苦 则精进自身 若念无常之术 则懈怠不起 又须以佛法为鞭策 善有为提携 照事福利 终身依赖 则无退 这无退失之余 这是从迷雾的角度来劝勉 然迷而未误 迷了没有觉悟 故可哀怜 没有觉悟的众生 确实是很可怜的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看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觉得他们很无知一样 我们今天如果是 在没有觉悟的范围里面 祝佛菩萨看我们 就是这个情景 而我们今天学佛 好像多少有点觉悟 在看那些没有觉悟的 有时候也会生起这样的感叹 爱恋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觉悟呢 下面更进一步 为我们分析 苟知而不行 尤为痛惜 其实 如果知而不能行 这并不算真的觉悟 至少觉悟的不够彻底 那这也是一种遗憾 那怎样才能培养这种觉悟之心呢 若具地狱之苦 这就是经常讲 使地狱苦 发菩提心 如果常常想到地狱的痛苦 则精进自身 印光大师以前文朝里面常常 这样劝人念佛 前进一步是廉池 后退一步是火坑 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境地当中 我们这叫有进无退 如果常常想到这样一种处境 精进自然而然就升起了 就不敢懈怠 找不到理由了 若念无偿之术 则懈怠不起 常常想到我们这个人生很难得 人的生命很有限 于是就会抓紧我们生命当中的 每一天的时间 做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事情 而不会再迷惑照应 又需以佛法为鞭策 那怎样才能够让我们保持觉悟 不懈怠呢 需要常常文法 鞭策自己 在这个时代 文法尤其重要 哪怕是念佛堂的同修 念佛 文法也是很重要的 不文法的话 除非很老实 这句佛号念到底也没关系 否则念着念着 有疑惑了 有烦恼了 需要文法来化解疑惑 消除这些困扰 常常文法给自己鞭策 善有为提携 善有就是 我们一个人修的时候 常常会懈怠 我是不知道 这位在家里面 是精进还是懈怠 不过我自己 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在一个 很殊胜的氛围中 不知不觉 就会发起勇猛精进 如果是自己呢 需要提高警觉 才能保持不退 这位菩萨自己反省一下 我不知道 这位是在家里容易精进 还是在道场容易精进 但是佛门 至古有这样的说法 什么说法呢 您在庙里睡觉 不在家里伴道 这是我刚出家的时候 老一辈的和尚们 老师父们讲的 您在庙里睡觉 就是在大寺院 大丛林里面 宁愿在大寺院里面睡觉 也不在家里伴道 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大寺院睡觉 他也在精进 那是太累了去睡觉 也不在家里伴道 你在家伴道 在精进 也不过是几个小时 在大道场 大丛林 它是一天到晚 大家都在精进伴道 你就是偷懒一下 也偷懒不了多少时间 所以这个氛围很重要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 睡觉的地方 所以有兴趣的同修 可以来这边睡觉 大家要善于理会 不要理会错了 就是说我们要把握 修学的良好环境 有更多的同修 大家视同道合 一起互相勉励 这是一个精进的增上缘 善有微提携 大家彼此互相勉励 照世福利 终身依赖 照世就是很匆忙 哪怕是很匆忙的时候 我这个菩提心也不会离开 我这种信念也绝对不会失去 我这一辈子 就是依靠菩提心而生活的 菩提心就是我今后的生命 学佛就是我人生的全部 这五退世之余意 果然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念 诸位放心 不用买保险 这个地方说的 不用说我们找其他的东西来担保了 肯定不会退了 就是果然像大师 此地所说的这样去做 这一生决定各个成就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最后的一大段开始 物言一念轻微 物卫虚悦无益 心震则事实 愿广则行身 虚恐非大 心王为大 金刚非尖 愿力最尖 大说 成能不弃我语 则菩提眷属 从此联姻 联设中盟 至尽地好 所愿 同生净土 同见弥陀 同化众生 同成正觉 则安知 未来三十二相 百福庄严 不从今日发心逆愿而食言 愿与大众共勉之 信神 信神 这也算我发的愿 也应该是诸位的愿 这一段总结劝名 误言 一念轻微 不要说 只是一个念头 一个菩提心念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吧 不要这么说 一念可以决定前途 一念贪心多恶鬼 一念称心多地狱 一念欲斥便畜生 一念菩提决定成佛 所以我们要生起这样 正确的认知 建立纯正的知见 不要小看这一念 成佛就从此开始 勿为虚愿而无益 不要说 就是空口发个愿嘛 这不是空口发 很慎重的发 而且它会决定今后的生活行为 心真则是实 果然我们发的心很真 这个事情就是真的 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诸上善人 正在为我们鼓掌 阿弥陀佛 正在欣喜地 等着我们回家的消息 人家说法师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这与佛心佛愿相应嘛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嘛 他们也是这样成就的 我们今天这样做 自然会感得 诸上善人的赞叹 佛菩萨的护佑 只要我们发这个心 不对 真实 愿广 这行深 愿力越广大 行识越殊胜 有人说了 发这么大的愿 做不到啊 发愿 是一种动力 不是说发了愿 马上就能完全做到 它是一种动力 就像世间讲的 励志一样 不励志 没有动力 没有目标 那么 薛佛人了解到这一点 一定要发大愿 发了这个愿 我今后就以此为目标 拼命去经济 这个愿 一定能成 虚空为大 兴亡为大 虚空在心中 就像一片云 放在现在的太空里面一样 所以 我们的心量有多大 这是真心啊 应该从这个地方 去了解 认知 我们的心性 金刚飞尖 金刚是世间 最坚固的物体 其实 跟愿力相比 金刚不算 远力是最坚固的 所以我们今天 发愿 要建立这样坚定的 信心 我这个愿 决定不退 任何障碍 不能够 让我退传 大众 诸位菩萨 成能 不弃我 我就暂时 借用一下 大师这一段话 作为 这一次学习 劝发菩提 新闻的 总结 勉励 同时 也作为 新年的祝福 送给 诸位菩萨 借花 谢佛 省得自己 再去找祝福 这一段话 作为我们 新年的礼物 明年 会更精彩 这个明年 是农历的明年 果然大家 相信 大师说的 果然 对我们 这几千的学习 有信心 这菩提 眷属 菩提眷属 成佛的眷属 从此联姻 从今天开始 大家就是 一家人了 不要见外 联社 中盟 至今地好 联社 就是当时 远攻所建的 白联社 中盟 用现代话讲 就是俱乐部 我们今天 就是念佛 俱乐部 莲花 圣会 就是 从这来的 所以赶紧加入 自尽地好 所愿 同生 净土 同见 弥陀 这是我 发生 内心的心愿 是我 不是 不仅仅是 大师而已 我有这样的心愿 希望跟大家 同生净土 同见弥陀 将来呢 同化众生 同成正觉 连用四个同 则安置未来三十二项 百福庄严 不从今日发心 立愿而食言 三十二项 百福庄严 是成佛的果报 成佛有三十二项 每一项 用一百条福报去庄严 所以叫百福庄严 有谁能知道 忽然在某一个时代 出现一尊了不起的佛 这个佛 为大家说法 一开口 说在九远节之前 在娑婆世界的地球上 马来西亚 在太平一带 那个地方 有个众生发心 修行 成佛了 就是今天的我 有谁能知道 这不是真的呢 不是假设 这是我们今天 遇到这样殊胜的因缘 发起菩提心 必然感得的真实成就 希望 我们有缘 学习 劝发菩提心文的 菩萨们 都能够 在这样的圣缘之下 发起无上菩提心 今生 必定 往生净土 将来 必定成就 无上佛果 我们这一期的因缘 就没有空过 这是我们这一次 学习这一篇文章 愿与大众 共勉之 果然我们真能这样 共同勉励 则 幸胜 幸胜 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 我们彼此都很幸运 这一次 我们难得 借助佛妻的因缘 共同学习 这一篇文章 我自己本身 受到很大的启发 也希望把我学习的这一点心得 供养诸位菩萨 能够对平常的修学有所帮助 那么在习讲的过程中 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诸位菩萨可以随时提出来 帮助我改正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